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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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对吧 我差点以为见不到你了 都怪我 是初遥给我的灵符 师父护住了我 师父 你还没恢复 别乱用灵笈 别动 你不听话是不是 我说别用就别用 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留心了 陆琳 我没事 现在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的 我心里都会说 啊 你了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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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你知道吗 一切都是我太傻了 非要寻求一个答案 但我看见你 你为了救我 那一刻我才知道 在我心里 没有人比你更主要 可我 可我 再也见不到你了 是我太自私 没事 洛林 你在就好 沐沐 我们不走了 永远留在这儿好不好 好 哪里好 我 这里虽然危险 但是割剧了红尘俗世 也割剧了许多世俗俗世 只有你 我 好 只要你活着就好 发 发生什么事了 从今天起 他就是你们的新庄主 我 恭迎新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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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都是红色的 看起来像是大婚的装饰 此事说来话长了 前庄主幽明 千年前深爱过一个人类 可那个人成婚当日便突然失踪了 幽明始终坚信 那人会回来娶她 所以一直保留着山庄内的装饰 说起来 我们前庄主也是个痴情种啊 对 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个人不会再回来了 可游明心里始终放不下他 渐渐地 他的性格变得古怪 暴虐成性 靠西施灵妖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如今的结局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吧 世人却凉薄 要却情深至此 可笑 真是可笑啊 对 等二位到了庄主卧房 会更吃惊的 好 大婚当日 幽明就是穿着这件嫁衣 可是却迟迟都未等到心上人 他从来不让我们碰他这些东西 看来 看来 大家都是一样的 幽明山春分就是今日 乃一年中的凉晨吉日 今日有时为奇时 对对对 幽明山也非人间之地 没有那么多规矩 无须三书六礼 仅需嫁衣一件 嫁人欲双 洛林 你知道我的心意 可我只有几十年寿命 你的余生那么长 我只在乎当下 你会看到我人老珠黄的模样 我爱的人 我爱的人 是在你心 而非脸上 过了今夜 就得再等一年了 既然这段时日都无法出山 择日不如撞日啊 主持人 只会有日子 我考虑 いく很久 我都不想到 那么久 我还几乎 很久 你过来 我好像有事 我会想到 我都没想到 夫人 您过去的事情 我们都听见了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我们还以为 你会像幽冥这般放不下 看到木暮拼死救我的那一刻 我就都明白了 生死一念间 可以看清很多事 只说了半辈子才发现 过去那些恩恩怨怨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放不下呀 都是原谅不了自己 是不是很可笑 确实挺可笑的 对不起夫人 我 我 没关系 我想通了 都不重要了 那就好好报答庄主 野山香雪吧 好 夫人 及时到了 我 吉时道 拜天地 一拜 二拜 三拜 天地为政 日月为鉴 今生今世 悲欢与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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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 悲欢与共 是你想要共读一生的人吗 你这么聪明 还能看不出来 来 洛琳 你今天真美 嬷嬷 你 怎么了 洛琳 是我弄疼你的伤口了吗 洛琳 洛琳 你终于属于我了 公公 以前常听佑鸣说 爱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 要面目全非才好看 她说的话都当不得朕 是啊 她一直疯疯癫癫的 那爱究竟是什么样呢 像庄主与夫人这般 平时 几个时辰前 夫人还告诉我 世事无常 要不留余力地表达爱 不过山庄从未出现过凡人 夫人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难道夫人她体质特异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本事 李宗盛 那一天 他体质特异 是 这一天 曾经 他人 这是 很 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夫人 夫人 您怎么 您怎么出来了